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集江西台通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基础学科 前不久教育部推出了一个强击计划 这个计划主要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人才 它重点突出了基础学科的作用 比如数学 物理 化学 历史 哲学 这就把之前相对比较冷门的专业 又一次摆上了台面 前面提到的几大基础学科 比较专注于知识 专注于研究 它的学科性质决定了 这些专业的学生走的 就是一条要承下心来研究的学术道路 你所学的专业知识 很难迅速在毕业后变现 选择它那就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道主且长的心理准备 这就导致和就业市场上的热门专业相比 这些学科显得相对安静 之前一名高考状元 拒绝了清华北大金融专业的邀请 遵从自己的兴趣 选择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物理学专业 这本来就有一点冷门 他还选择了更冷门的粒子物理方向 这就让很多人颇为惊讶 还掀起了一阵子的讨论 有人就说基础学科的吸引力 其实一直都在 就拿数学和物理来说 它们是大多数理工科的基础 应用面是极为广泛的 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基础更扎实 不管是考研还是就业 实力都不容小觑 有时候学生有基础学科素养 可能更受青睐 所以这么多年来 虽然他们有点偏高冷 但高效 并没有压缩他的招生 因为这些基础学科 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 科技发展 甚至决定一种文明的高度 要不说 这一次强击计划 再一次的强调 基础学科 那才是发展的基石 好 接下来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清华停招新闻本科 大学取消管理学等本科专业 还远吗 前不久 清华大学宣布 从今年开始 不再招新闻学的本科生 这就引发关注 当然 清华并不是放弃新闻学科 而是改变培养模式 停招本科的同时 它增加了三十多个研究生的名额 有专家表示 新闻专业的应用性是比较突出 需要专家型记者 也就是在某一个领域 比如医学领域 经济领域 法律领域 有着扎实的基础 新闻人才的培养 需要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 这三位一体 缺一不可 世界上一些顶级的名校 也都不设置新闻学本科 其实不光是新闻专业 比如管理学 教育学 医学等等 都重视实践应用 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 他们是否适合本科生学习 是有争议的 比如教育学 你像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就不招收教育专业本科生 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也仅仅只招学前教育的本科 那管理类呢 更是如此 国外一些工商管理 MBA 明确规定 要有丰富的工作经历 你才能够申请 有专家表示 不同学科的人才 培养模式呢 那是不同的 尤其是应用型的学科 它并不是按照本科硕士 博士这么一个模式来 那么本科阶段 适合什么类型的教育呢 很多学者都很赞同这一点 那就是通识教育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呢 已经实现普及化 毛路学率呢 已经高达50% 现在更注重的是 教育的质量 它涉及到的 不仅仅是学科专业的调整 还有层次的调整 从各种迹象来看 研究生教育 会成为下一阶段 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 看来 清华取消新闻本科 很可能是高等教育的 一次升级 最近江苏的一位网友 拍的短视频火了 这拍摄的视角啊 是他楼下邻居阳台 只见这阳台上晒的衣服 全都被墨水揽黑 这镜头呢 再往下扫 这楼下其他邻居的 露台啊 外墙啊 也都被这墨水啊 泼得是一片狼藉 泼墨的始作俑者 不是别人 这是这网友的七岁儿子 他拍下邻居家惨状后 忍不住感叹啊 楼下没有一家幸免 这熊孩子 不过呢 孩子虽熊 这父母呢 一点都不熊 拍完视频 他们全家迅速行动啊 先呢 是由孩子的妈妈 带着孩子挨家挨户啊 去道歉 并把邻居家被祸害到的衣物 统统带回家 让这个孩子啊 帮着一件一件的来手洗 洗不干净啊 就赔钱 至于被染黑的外墙 那孩子当然无能为力 他们就请专业人员呢 来清理 并要求孩子 全程在太阳底下 看着 赔着 这位网友就说了 孩子不懂事犯了错 做家长的 必须要让孩子认识到错误 以及呢 这错误的严重性 对此啊 大伙是纷纷点赞 这父母一方面 以声作则 用道歉 洗衣 赔偿等等方式 教育孩子 要勇于承担责任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通过言传生教 让孩子呢 能充分认识到 自个的错误 并为错误呢 付出代价 避免再犯 瞧见没有 父母 才是孩子 最重要的老师 好 继继续回来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相信很多人呢 对这故事呢 不陌生 最近 类似的剧情 又上演了 说深圳一位高中的 语文老师 雄老师 他的辞职报告 在网上火了 就照片上的这个啊 他呀 是一名资生的 语文老师 教练有三十一年 还有七年 就可以退休了 但他说 自己已经为工作 奉献了三十一个春秋 想把这剩下的七年呢 赏赐给自己 按自己的想法 来活一次 因为生命无法重来 不愿一生 被别人安排 这么一个举动呢 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有人觉得不太理解 还有七年就可以退休 到那个时候 你在为自己活 不是也可以吗 更多的人 则佩服雄老师 说辞职就辞的勇气 面对大伙的议论 雄老师很坦然 他觉得 人生没有多少个七年 不想因为工资 把整个生命买断了 另外呢 关于辞职之后的计划 他有了一个初步的打算啊 说疫情期间呢 线上教学的火爆 让他看到了新的可能啊 虽然离开了学校 这么一个职场 但他依然可以给学生啊 来上网课 继续呢 为教育散发他的光和热 同时呢 他还能一边旅行 一边写作啊 实现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就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要我说教师辞职性走红 这个时代让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人生不是一场比赛 他本该各自精彩呀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文章标题 中年男人迷惑行为里 年轻人最搞不懂他 什么呢 钓鱼 现在这天气比较热 大家都往空调房里躲 可偏偏有一群人 天天往外边跑 尤其是荒郊野外 什么水库边啊 小河旁啊 或者是单独出行 或成群结队 一坐呢 就是一整天 这帮人呢 就是中年男性垂吊者 前不久有人发帖 说我爸呀 都五十多的人呢 为了钓鱼呢 凌晨四点就起床 那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随后呢 那评论区 也收到了无数相似的留言 说我爸也是 还有网友说 他爸呀 为了钓鱼 专门承包了一个鱼塘 天天蹲在鱼塘 连家都不回 有人就总结啊 说钓鱼 打扮了楼下六弯 地库抽烟 以及朋友圈写诗 钓鱼呢 成了中年男人 心中的白月光 在这些狂热爱好者的眼里 钓鱼 那就不是休闲啊 消遣啊 而是一项综合素质 拓展项目 它集合了多种技能呀 定向越野 河流勘测 力学分析 心理战 拉力赛等等 单单是如何选择 钓点这一件事 它就可以洋洋洒洒 写上几万字啊 有钓鱼爱好者说呀 钓鱼的时候 要查地形 观天象 看水流 用上自个所有的知识和运气 只为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给深藏水下的大鱼 致命一击 等战力品浮足水面那一刻 体会到的那种大鱼狩猎 所带来的满足感 中年男人爱钓鱼 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啊 内心在经历波涛汹涌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四川成都 一位两岁的小朋友 趁着妈妈打盹的功夫啊 他用墨水笔 在墙壁上是乱涂乱画 连自己他也不放过 在这个肚皮上啊 来了一个抽象派的创作 那是乌其马黑 无法直视啊 等妈妈醒来 看见这一幕 那是哭笑不得 有网友安慰着妈妈啊 说没事 我家也有同款的神兽 一只蝴蝶落在狗鼻子上休息 您瞧瞧 狗狗呢 一动不动 生怕呀 吓到了小蝴蝶 那模样是呆萌极了 这就是你落狗呆 这蝴蝶自来 成都一栋三十层高的居民楼 每一户窗外的三角梅都盛开了 远远望去啊 这粉色的紫色的花呀 垂下阳台 将整栋楼的外墙 装点成了花墙 美不胜收 有人感叹 住在这太幸福了 这叫名副其实的花房 为了有序推进体育课 上海一所小学 在操场上啊 自创了口罩栏 口罩栏上挂着无数的小夹子啊 上面贴有学生的学号 一人一夹 上体育课的时候呢 学生就将口罩啊 挂在自己专属的夹子上 上完课再来取 要不说 自创口罩栏 那也是一道暖心风景线 艺术家用废弃金属 做成了各种昆虫的样子 有蜻蜓 有瓢虫 有蚂蚁 有黄蜂 不仅外形酷似 就连每个关节都能转动 徐徐如生的造型 让人忍不住的赞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这届毕业班 让人好笑又好哭 前不久 南京一所高校的辅导员啊 上了一堂特殊的班会课 只见他呢 站在讲台上 对毕业生是千叮零万嘱咐啊 说认真准备毕业论文 答辩一定能过 还有啊 要戴好口罩 安全最重要 但他你看 他的前方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摄像头 视频的另一端 是他三百多名学生啊 受疫情影响 同学们没办法到学校 来参加毕业典礼 于是呢 他就为同学啊 精心准备了这最后一课 为的呢 就是让同学的大学生涯 尽量不留遗憾 同学们是深受感动 纷纷在留言区表示 看哭了 为毕业生送温暖的 还有湖南某高校的一位班长 因为同学没法到场拍毕业照 他就特意啊 搜罗了全班同学的照片 披了一组云毕业照 这画风啊 搞怪又可爱 让人忍俊不静 其中有一张 是同学们的家乡分布图 就让不少人联想到毕业之后的 天南海北 瞬间又戳中了泪点 这一届毕业班 让人好笑又好哭 相信大伙这个情谊啊 就像那歌唱的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好 接下来介绍 类词是做题套餐 这说的是湖南淮华一位老师 他发现不少同学 总是浪费饭菜 于是就推出这么一个 做题套餐 说你浪费了一厘米 就要多做一道选择题 浪费了一道菜 就要多做一道大题目 这学生一开始是很崩溃 有人实在是吃不下 只能是多做一些题目 还有人含着泪 把那饭菜给吃光了 不过后来时间一长 大家就养成了一个 良好的就餐习惯 吃多少是买多少 基本做到光盘 这么一个做题套餐 就受到很多同学的点赞 有人说用这么一种方式 倒逼同学重视浪费的问题 挺好 还有人建议 学校应该督促这个食堂 尽量把饭菜做得更好吃一些 要我说浪费粮食就要做题 这样的套餐 又走位是又走心 好 下一个锐词 加密电报 在网上冲浪 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 一个词 明明每个字咱都认识 但抽在一块 就不太明白它啥意思 比如现在这个网络流行语 从最初的缩写 谐音梗 再到现在加密电报 让人看到脑壳童 你比如这个叫争主 如果把它理解成做饭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争主 其实是争主的谐音 既爱豆本尊 这个粉丝常说到的 我家争主的 就是我们家爱豆那意思 还有最近 有一个人总是被频繁提点到名 尤其是双方马上要起争执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么一句话 别吵了李涛 注意了 李涛不是指具体某一个人 而是一个缩写 完整版叫理性讨论 理性讨论 简称李涛 加密电报 要我说 这还真是一天不学习 密码难破译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新一期的 看天下文章标题 世上没有任何快乐 比得过吃垃圾 这里说到的垃圾 并不是指真的垃圾 而是指垃圾食品 我们都知道 因为疫情 不少企业受到影响 可前不久 一些辣条企业 却逆势而上 不仅大规模的扩招 还给返港的员工啊 涨薪百分之三十 如此大手笔 其实呢 是因为有钱才任性啊 人家这个企业 光是辣条的销量 去年就有五十亿 今年呢 那更是定了一个七十亿的目标啊 这勇气 不是梁静卢给的哈 而是来自万千吃货的实力支持 有数据显示啊 说今年第一季度 说辣条啊 薯片啊 方便便啊 这些我们以前说到的垃圾食品 通通都卖到脱销 这疫情啊 似乎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那问题就来了 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垃圾食品呢 吃那最原始的目的呢 就是填饱肚子啊 那些垃圾食品 一个个都是高脂高糖高油 在恶货看来 这哪是垃圾啊 分明就是救命的美味 此外 这一类的食物啊 还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 就像巴菲特说的啊 他很爱垃圾食品啊 每周要吃这个 三次炸鸡啊 面对饮食不够健康的质疑 人家巴菲特说啊 吃这些能够让我愉快啊 好心情才会有好身体啊 杂志呢 还提出了一个观点 常常有人说垃圾食品不健康 但追求健康 并不意味着 要和这样的食品势不两立 辣条薯片 偶尔吃那么一两次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追求健康饮食 并不是不要吃这一类的食品 而是呢 要膳食均衡 多吃营养食品 比如蔬菜瓜果的摄入 你是否达标 就正如那句话说的啊 没有垃圾食品 只有垃圾的吃法呀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一起吃饭